详解C罗超级任意球,时速80公里,绕人墙精确到厘米,西班牙VS葡萄牙大战,C罗一战封神,用三个进球将葡萄牙扛着前进,也向世界宣告34岁的自己依然是世界最佳,其中第88分钟的一季极其精彩的直接任意球破门更是引爆全场,霸气C罗聚英美每日邮报测算,任意球点距离球门距离为22码。 20米,皮球飞行时间为0.9秒,时速高达50mph80公里每小时,但C罗这个任意球更精彩的地方是弧度,皮球画出的弧线最高点刚刚绕过人墙,然后急速下坠钻进球门死角,世界第一门将德赫亚虽然已经做出反应,但泽奈独球几乎是贴着门柱飞进球门,德赫亚鞭长莫及,只能咬头星探,数据测算。 C罗任意球,C罗任意球,C罗任意球在人强方面,西班牙队员们已经做到了完美,身材高大的皮克和布斯克茨高高跃起,奋力阻挡来球。 在这变光火势之间,布教授甚至还看到了皮球的方向,做出了剧烈的歪头动作,想用最后的努力来干扰皮球线路。 慢镜头显示,巴萨中场的头发几乎已经擦到了足球,差距可以用厘米来计算,毫离之差在世界杯历史上,也有许多惊为天人的直接任意球破门。 例如,2002年世界杯巴西后卫卡洛斯一脚重炮攻破中国国门将近把守的大门。 这个球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,皮球飞行速度高达149公里每小时,犹如加农炮一样直接轰击人抢漏洞,以霸道比之的直线直取球门。 卡洛斯重炮而C罗的任意球展现的,是球员对于足球旋转的精确把控,如穿针引线的绣花火。 用央视解说的话来,就是偏若惊红,宛若游龙,如果说卡洛斯的任意球是李逵的开山府,那C罗的这计就是小李飞刀,这两种任意球,你更喜欢哪种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